美国海军正式宣布 其正在与空军紧密合作 准备建立新的作战网络和高效的分布杀伤系统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 将其与历史上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相提并论 今年10月 该工程被正式定名为强敌工程 不仅包括将现有装备纳入新型的分布式杀伤体系中 还将关联新型导弹的开发 但这也可能会成为美军不可承受之重 首先 生存部落馆 美国著名的兰德智库此前论证 美国在亚洲的56个基地 假如被命中了80发弹道导弹就会立刻瘫痪 由于美军计划在亚太部署导弹的地方 大多是导礁缺乏战略纵深 某些导礁甚至一个基数的火箭弹就能全部覆盖 在此部署导弹生存能力堪忧 其次 资金不充足 部署导弹需要复杂完备的作战指挥 预警探测和配套保障体系 粗略估计 这一构想需要几百亿美元 等同于已经被批为天价的F-35战斗机项目 事实上 受疫情及长年海外作战的影响 美军经费非常的紧张 很多急需项目都缺乏拨款 此时耗费巨资部署导弹 明透叫的响 但却力不从心